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官员 却完成了匡扶国家的重任 此人就是田丹 那么他是如何完成这一伟大壮举的呢 渐进收看评说资质通鉴第一不止 田丹复国 公元前284年至公元前279年 齐宣王趁着燕国内乱 借口替燕国平乱 派兵进攻燕国 并逼死了燕王快 快的儿子燕昭王继位后 一心向报仇薛齿 于是就开始招贤仰师 越义在这个时候被拜为上将军 在燕昭王的授意下 越义同帅五国联军攻打齐国 由于齐敏王骄傲惨暴 失去人心 越义在短短的六个月内 竟然攻占了齐国七十多座城池 整个齐国只剩下举和吉墨两个地方 没有被燕军占领 眼看齐国就要亡国了 在这最紧要的关头 一位林子城的基层官员站了出来 一举完成了匡扶国家的壮举 此人就是田丹 那么田丹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如何完成这一重任的呢 河北身为党校丁万民副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评书资质通鉴第一不值 田丹复国 田丹这个人啊 说起来他也是齐国的这个宗室远秦 姓田啊 田氏代秦以后 田氏是统治者呀 但是呢 田丹这个人呢 他离得比较远了 邓宗清 他只是当时的一个首都林芝的一个寺院 寺院是什么人啊 这个春秋战国那个时候 各国就有市政 市政就是负责管理机市的这个贸易和治安的 这样的官 市政的下属叫寺院 协助市政管理这个街道的机市贸易治安 这类的工作 可以说这是一个无足群众的角色 那么这么一个角色 他最后之所以能够横空出世 那就说乱是出音讯吗 愿意发起 整个齐国打乱 在这种状况下 一片混乱之中 田丹他身上独有的这种远见作实和这个谋略智慧 开始凸显出来 当初燕国军队进攻这个齐国的安平的时候 田丹呢 当时在安平 作为一届草民呢 很早就遇见到了 城破的时候必然是一片混乱 在这种混乱的过程中间 大家一定会争相逃命 逃得了逃不了呢 那么在当时田丹就讲 魏国自己只是一届草民 没那个能力 保家这就得琢磨 怎么才能跑得了 要跑就得运车 大家看 当时战国的这种马车都是这种很典型的 那个车轴它特别的长 这一旦要晕堵的时候呢 这车轴互相碰撞 憋在一块了 撞道了 撞蛇了 那就跑不了了 所以啊 天丹特意就让自己的族人把自个儿的马车都把那车轴给拒短了 然后呢 轴的那个头呢都用铁皮把它包起来 哎 防止撞蛇了 结果呢 安平被攻下来以后 只有天丹一卒的人 因为这个车工具得力 都跑出去了 跑哪了 跑到积末了 而自治空剑记载啊 当时齐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都被燕军给占领了 积末的守将 主动出击 结果呢 也给战士了 这群龙无首积末称 这大家就没法了 大家就推举 谁适合当这个积末的守将啊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啊 得有个守将啊 有个头啊 哎 大家就共同推举 天丹 说天丹这个人了不起 因为他呢 足智多谋 熟悉兵士 所以就这么着 天丹被大家推举 做了积末称的守将 那么天丹做了积末的守将以后 他都干了点什么事情呢 哎 他呀 主要干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 坚守积末 以待识变 积末大夫 出战 生亡 这件事情就告诉天丹 你主动出击 那是以卵即食啊 肯定打兵 那怎么办 那必须得坚守 要坚守这么一个固承 几十万大军围控着 真要说是一直打 恐怕也就不是那么容易坚守下来的 而约一也一开始也想打下来 打了一年多 但是天丹领的大家 实实坚守 就是不出动 哎 这个攻的要比守的 当然要吃力了 没打下来 天丹的坚守 就让燕国内部出现了一些变化 什么变化呢 哎 有人就在燕昭王面前讲了 说约一 你看他现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 就打下了七国 七十多座的城市 现在就剩下两座了 不打 他目的是干什么呢 他在收复人心 现在已经经过这么长时间 三四年了 人心呀收复的差不了了 那他为什么还不打呢 可能呀 他在顾忌 他的妻子 儿子都在咱们燕国呢 但是 这个顾忌恐怕呀 长久不了 为什么呢 习国多的是美女啊 你一旦说 他有一天 找到合适的美女了 连妻子 儿子不顾的时候 那他就要称王了 有人就在燕昭王面前这么讲 燕昭王听着这话怎么办 立刻召开朝会 郑重提示的把重要的大臣们都召集在一块 燕昭王就把这个人拉出来 然后就告诉大家 现在越义先生 请我们报了仇了 我呢 扬眉吐气 我呢 对燕 越义先生是感激不尽啊 我不吐人家 齐国的土地 齐国如果有一天 真是这个越义的了 可能越义所谓 齐国之主和我们燕国能够两国交好 我觉得这是燕国的福气啊 你现在跟我说这个 你居心何在啊 来人给我拿出去砍了 把这个大小报告的人就给杀了 这么做以后 燕昭王还做两件事 就一 他给这个越义在燕国的妻子 以王后的这个服侍官室 给越义的儿子 这燕国的儿子 以这个太子这一级的这个级别待遇的东西 给他送过去 二 亲自给派这个朝廷的重臣 相国 给在燕国打仗的越义 送去这个王 这一级应该享受的那些 待遇那些礼仪服事等等 支持越义称王 越义怎么着 越义是坚决不同意一再败献 而甚至写下词书 而说我就是事实效忠于林燕昭王 我绝无称这个齐王的这个想法 而一再推迟 最后燕昭王一看 你确实诚心不愿意做 那就我们不勉强 结果他们军城这么一做 我们说 燕昭王这件做得很漂亮 不愧是一代阴主 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呢 再也没人敢来打小报告 来在背后三分点火 整这事了 在一定程度上 越义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 他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 是与燕昭王对他的绝对信任 和坚定支持分不开的 燕昭王用人不移 知人善认 换来的是部下忠诚 但是这对于田丹来说 绝不是什么好消息 燕军再不撤退 吉莫城也岌岌可飞 在这种情况下 田丹不得不采取了又一个计谋 但是 作为 齐国田丹那一方 他觉得呀 这事还没完 燕昭王是这么糟 别人会 划了别人会不会还有别的变化呢 所以他呢 还在坚守 还在等待事迹 那么第二件事情 实施反奸计 风化瓦解 燕军 那么他怎么实施反奸计呢 这得等机会 还得等机会 这时机还真让他等来了 这个机会啊 就是燕昭王去世了 这燕昭王去世 这影响可就大了 我们知道 越义是在燕昭王的鼎力支持下 才能够坚持五年之久 燕昭王去世 燕惠王继位 燕惠王 做太子的时候 对越义就 关系就有点过节 说实话 他也认为 越义这么着居心不良 只不过一看燕昭王 那么坚决的 把这个出头的人给收拾了 他不敢说了 现在他做了 从太子做了这个 燕国的国王了 这个田丹了解这个情况 他看到了机会 所以就命人去燕国实施反天计 散布消息 说这个齐王已经死了 新明王已经被杀死了 齐王已经死了 齐国现在仅仅有两座城市还没有被攻克 说现在越义于燕国的新国王 他有矛盾 所以他害怕回国以后 被这个新国王收拾 所以怎么办呢 他在这儿等待时机 以这个攻打齐国为名 实际上他在等待时机要称齐王 现在我们齐国人最怕的就是 现在的燕王 换将 走马换将 派一个新的将领来 这个风卷落叶 迅速的把这两座城市拿下 我们怕这个 这燕慧王一听啊 你怕这个 那我就偏来这个 下令让自己的亲信 齐杰 取代越义 齐杰 做了这个大将以后 燕国的将士们心中都替越义鸣 不平啊 大家都不平 军心就不稳 内部就失和 由此 行事开始向有利于齐国的那一方 有利于天丹的那一方 开始发展了 天丹要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 齐忌跌出 一举复国 那他怎么做的呢 燕国走马换将 天丹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但是 积末这个地方 重重唯空了五年之久 城中的将士们可以说已经是 人控马伐疲惫之急 强隆之末了 在这个时候 天丹面临两个问题 以怎么样激发城中将士的这个事实反击的这个决心和斗志 而怎么样进一步使城外的燕军扰乱他们的斗志 甚至瓦解他们的斗志 这可不是一决而就的事情 这需要谋略 他怎么做呢 第一 他造事 造什么事呢 天丹要造两个事 一 就是要造这个激发守成者的这个斗志的事 二 就是要扰乱燕军的声势 那这一盘大旗该怎么下呢 哎 天丹 首先他下了一道命令 规定 城中的人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要祭祖 在庭院里边祭祖 祭祖 他要摆祭饭啊 有贡品啊 这贡品是祭完了 你不能人吃了呀 就放那了 结果引的这个城中的这个小鸟都来这个城中 每天一看到饭点就来了 寄完了 小鸟就开始迷食 这结果导致这个鸡末城中啊 每到吃饭的时候群鸟相集 这城外的燕军就纳闷啊 这这这 鸡末城咋回事啊 咱们总是那么多鸟都往他们那聚集啊 哎 接下来天丹 又让人散布消息 说呀 你看没有 这么多鸟来 来我们这群鸟相集 这是异象呀 这说明什么呢 上天要派神人来 帮助我们 要派神人来 结果呢 他这个消息就散布呢 城中的这士兵中间啊 有一个年轻导弹的士兵 哎 乐呵呵的跟天丹开玩笑 天丹这人说明得很平易近人啊 大帅 我就是那个神人 射完就跑 开玩笑嘛 天丹一定才来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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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你就是那神人 我以后就把你当神师 大帅对不起啊 我我开玩笑 我就骗你呢 别说话 别说话 你以后就是神师 听我的 我每天跟你请示 不要说别的 来这么说 天丹以后每处一个举动都正儿八经的 奉神师命令 我们要如何如何 要如何如何 这士兵就跟个傀儡一样 这个木偶一样 坐在那儿 每天神师 这个消息 一方面让齐国人 让鸡末城的人 大家开始 咱有神保佑 要不然怎么能坚持这么长时间 一方面 阎国人 开始疑心疑鬼了 听说这个鸡末城里边有很多消息 是有神来帮助他们 这事照下了 第二 有敌 怎么有敌呢 天丹要有敌犯错 怎么样才能有敌犯错呢 他要通过有敌犯错 激发自己的士气 天丹干了两件事情 还是散布消息 一 通过人 给这个阎君拿散布消息 说我怕什么呀 天丹我就怕的是 这个阎君把我这个齐国 背负的这些将士 把他们的鼻子割了 然后 让他们作为这个 中大鸡末城的这个牌头兵 都是七国人 我咋下手啊 那到时候咱就输定了 这个 这个阎国的守将一听这个 哦 你怕这个 那我就把俘虏都割了鼻子 然后就是打仗的时候 让他们在最前面 这么一闹的话 守城的这将士一看 好嘛 一旦要俘虏了 可不像越一那样了 你要偷从过去 有吃有喝 宽带俘虏 现在不是这样了 先把你鼻子割了 然后鼻子你先当炮灰 所以这个城里边的士兵们 都是咬牙切齿 可不能投降啊 投降以后就被割鼻子了 而且就是炮灰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田丹又让人散布消息 说咱姬末城现在事实坚守 咱们在城里边有城墙党都没事 现在就怕什么 就怕这个燕军啊 瓦解我们的军心 怎么瓦解军心呢 咱的坟墓 祖宗列祖列祖的墓都在外边呢 一旦他要把这个坟墓给绝了 把这尸骨给整出来 一抛一散 这城中的老百姓心就乱了 这一乱这军心乱了 怎么守啊 结果这个燕军一听这个 好吗 你怕这个吗 我接着就干这个 祖宗的坟墓都给他绝了 把尸骨都弄出来 当着这个姬末守称军民的面 致意凌辱 结果把城里边的老百姓 这一下子可是真火了 大家知道是骂人 经常有一句话 你绝祖坟 我绝你祖坟 现在祖坟真被人家绝了 列祖列宗的这个尸骨 被人家自以领辱 那老百姓真是跟你急了 就是要跟你拼命了 那种拼命之心已经有了 到了这个时候 天丹知道 士气已经被彻底激发出来了 但是他觉得还要加把火 加什么火呢 天丹呀 亲自拿起板 拿起这个铁锹跟士兵们一块来组成 把自己的妻妾都编在这个队伍里边 一块在军前效力 把城中的所有的美食 所有的这个基础下的这个军粮呀 都交给这个前线士兵们 大家吃饱肚子 准备要开干了 这么早一做呀 田丹就开始打造出了一只铁板一块的 愤怒之士 这帮人都眼睛都红了 就等着大帅尼一声令下跟他拼命了 到这个时候 田丹呢 开始实施他的第三步战略 炸祥 这炸祥 怎么做呢 田丹在这之前就让城中的士兵 有战斗力的 年轻力壮的都给我藏在这个城下 不要轻易露面 城头上呢 都让那些老弱病残妇女们 让他们守城 给燕国军队造成一个印象 就是城中的这个青壮年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没人了 就算人家老弱病残了 富有病残 然后在这个时候 又派人去燕军中商量 说我们想投降 咱们商量商量 怎么个投降过程 约定要降 燕军已经坚守五年了 都想回家了 所以一听说 齐国金莫城要投降了 欢呼啊 高兴啊 这个时候 田丹呢 还在做一件工作 他从城中收集 大家私房钱 金银财宝 收集起一些了 然后让一些富商 偷偷的出城 找燕国的将领 说你看我们要投降了 将来一投降 这个城一乱 必然是 你们要 对这个城中的老百姓 要遭难 我希望现在就送您点钱 将来我们那一族的 您高抬贵手 放我们一马 保全我的族人 燕军大将一听这个 这一点事 好吧 先收了钱再说 很高兴 收了 放心吧 回去吧 到时候一定放你密码 这燕军全军将士 一听说大将都这么干了 大家都知道 这事看来是 就是投降 没事了 都琢磨 打点信装 收拾准备回家了 燕军的这个戒备 可以说是彻底的松懈了 到了这个时候 天丹才开始 真正把他决定性的奇迹 奇希 拿出来了 通过造势 诱敌 诈祥 这一系列的这种 铺排 准备工作 到最后 现在可以说 齐国军民 同仇敌凯 士气高昂 燕国的军队 彻底的松懈 没有斗志了 都在做 找日回家的这种美梦 这个时候 天丹终于算亮出了 他的终极杀手锦 怎么样 火牛阵 寂寞城总共 就是一个不大的层次 撑死了 就是不到一万人 七千多士兵 原来 这经过一次一次的打 现在剩下的 能够有战斗力的 也就是五千人 五千人跟十几万大军 怎么打 所以天丹就琢磨 一定得找一种特殊的力量 怎么找呢 他把城中的一千多头牛 跟牛都给收集起来 牛脚上绑上这个剑刀 牛身上呢 给他用那个仇子 都披上 在仇子上呢 都画上了五彩的斑纹 而仁文 画上这些彩色的东西 然后呢 牛尾巴上 都给他用那个 灌上油的芦尾 绑在牛尾巴上 然后 约定好一个时间 选定一个晚上 月黑风高 然后把这些牛呢 都赶到事先 在城墙上挖好的 十几个洞口 把牛尾巴上的那个火 那个芦尾灌了油的一点 把洞口一打 那牛腹脱了 哗 就开始疯牛蹦出去了 挤一千多头跟牛啊 哇哇的 屁股着火了 那玩意们往前跑啊 一直往前冲 前面就是燕军大营 后边五千士兵就跟着人 一千多头跟牛 然后城中的所有老百姓 所有士兵都摇起那喊 完美的喊 所有的童气都打得刚刚响 可以说 杀声动天 惊天动地 燕国的士兵一看都傻了 一看在哪牛啊 这牛的身上这不对啊 这这文士也不对啊 但是这牛已经过得 切在那框浪的 后边士兵也跟着 切在那框浪的打 所以是一下子就把燕军的打印给冲垮了 燕国的大将 齐杰也被杀了 寂寞城解围了 天丹领着人 趁势就开始追着 兜着屁股就开始追这个燕军 一路追 一路打 结果每到一个城下 城中这就跟多米诺骨牌呀 一听说这个燕军败了 城里边守军也跟着跑 跟着这败军一块跑 大家吹了葫芦跑 哪个地方 一到哪个地方 一听说是什么 这边已经打过来了 城中的齐国人也开始重新拿起武器来造反 重新开始战斗 所以齐来夸拉 风卷参与 一口气 天丹领着人就打到了黄河边 七十多座城池就收府了 来 这等于说 把燕国就给打回老家了 田丹复国的故事是田丹一生中最为精彩的表现 也成为民间口耳相传的历史传奇 可以说在齐国的历史上 田丹居公至北 因此田丹被封为安平军担任齐国的相传 可是这功高震主的功绩会给田丹带来什么呢 田丹复国了 可以说是功成名就 但是呢 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为什么不好过 因为接下来他面临着三大考验 哪三大考验呀 第一 他跟这个齐祥王的关系给如何相处 第二 田丹作为一个功高正主的这样一个大臣 他跟其他大臣的关系如何相处 第三 田丹自己的心态如何调整 危机面前万众一心 没问题 现在天下太平了 这一系列的问题就要爆发了 那么田丹是如何处理这三大考验的呢 我们先说他与齐祥王的关系 历来啊 功高正主的大臣很少有好下场 这得需要极高的智慧才能有好下场 田丹绝对属于功高正主的那一类 齐国复国 齐祥王呢 是坐向齐成 功劳呢 都是田丹的 所以啊 齐祥王就在这个田丹面前极不自信 对这个田丹呢 充满了猜忌和防范心理 而田丹自己呢 兢兢业业的任职 可以说 心正有为啊 这四个字概括是非常得当的 忧民之机 解民之寒啊 可是他越是这么做 这七乡王心里边越忐忑 终于啊 有一件小事的发生 彻底的让这个七乡王就动了杀鸡了 什么样的一个小事呢 有一天 冬天 田丹办完工事 都要过治水 过治水的时候 发现有个老人 涉水 过治水 结果呢 过了治水以后 被冻的就差点快冻死了 冻僵了 田丹身边也没有其他衣服 多余的衣服 就把自己的掉皮大衣脱下来 给那老人给披上 给他救活了 当时身边周边还有其他人呢 哎 这个事情 大家一传十十传百 这个事情很感人呀 所以大家一传十十传百 最后传到了七乡王的耳朵里边 七乡王一听这消息 这心情啊 糟透了 这么大功劳了 他还收买人心 这小子想干嘛呀 这事 这事 这要不早收拾他 这后患无情啊 这七乡王 这个 就嘟嘟当当 就说这些事 也没法跟别人说呀 田丹这么大功劳 人家干的这事呀 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呀 一个人在后花园 嘟囔这些事 结果正嘟囔呢 一抬头 嗯 那有个工人 穿珠子的工人 在那干活呢 七乡王觉得挺不得劲 我这隐秘的心里 自个儿一个人嘟囔的话 让他听着了 怎么办 就问这工人 我刚才说的话 你都听着了吗 这工人一看 听着他这些很隐秘的话呀 他也不敢撒谎 骑兵大王 我听着了 那你什么看法呀 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呀 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呀 这穿珠子的工人 这个回答 这就面临很大的挑战 你说对 说不对 恐怕都不行 你说大王 你说的对 那可能七乡王 立马就会翻脸 你这不挑拨 我们军城之间的关系吗 天担这么大功劳 你说 应该把他收拾来 你这不挑拨吗 拉出去砍了 很可能就这种结果 你说不对 连你这么个东西 你都跟我对着干 拉出去砍了 所以说对 说不对 恐怕这工人 都得没命 这个仆人也算个有智慧的人 他怎么回答呢 他给七乡王指了一条明路 他说呀 大王 您大可不必要因为天担 做了这么个好事 犯愁 你应该怎么办呢 你应该把他做的好事的 这个美名拿过来 变成你的美名 把他的善行变成你的善行 这不就结了吗 你应该跟大家宣布 说我呀 忧民之鸡 为民之寒 天担呢 也这么办 我担忧老百姓吃不好 穿不暖 天担呢 也这么办 他做的就是我想要他做的 所以他这么做了 我很高兴 你应该这么讲啊 哎 这七乡王一天 是啊 这个办法 好吧 你走吧 把这仆人算是放了 这仆人回去越琢磨 怎么着说呀 他越琢磨越琢磨 他应该完善这个计划 所以隔了几天 又找这个七乡王 大王呀 我觉得这事 您应该在朝会上 郑重情势的来表扬这个田丹 表扬完田丹以后呢 你还要在全国发布命令 大家发现啊 各个地方有这种群的过不下去的 生活饥寒交迫的这些人 把这名单都报上来 我们政府来帮助他 给他抚恤 哎 让大家知道 你天担当时 这原来做的这些好事 这都是在你的受益之下做的 这不就结了吗 哎 结果七乡王就听了的话 做完以后呢 七乡王还专门派人 去这个街头巷尾 去去打听 大家什么反应 啊 结果大家都在说 哎呀 我们七乡王真英明 原来这个天担那么干 都是我们大王教的 哎呀 七乡王好 这事算是等于说 这个天担度过了一劫 传珠子的仆人也度过了一劫 七乡王也算是保经忧患的人了 但是这样 越是这样的人 他的防范禁忌心理呢 他越强 所以啊 天担解秋救人的这个事儿 虽然过去了 但是他很难摆脱 哎 这个七乡王的防范猜忌之心 田担复国的壮举 一直让七乡王坐我国安 一方面 田担也是田氏宗士 完全有资格举而代之 另一方面 齐国的匡扶 天担功不可获 更有资格享受慈悲 七乡王的这种心思 其实让田担也是非常尴尬 这种尴尬 还影响到了田担和朝中大臣们的关系 田担立了不是功勋 又位高权重 但是照样有人 不卖他的账 那么不卖天担账的 有两种人 一种是他们洞悉了 齐乡王的这个内心深处的这种隐秘的心理 所以说刻意的跟田担过不去 来说田担的坏话 对这种人 田担也没啥办法 另一种人 这种人啊 可以说他对田担并不了解 但是田担是最风光的那个人 他就批评他 说实话批评田担根本不算是对田担有什么意见 而是说为了刷自己的存在感 而对这种人 田担怎么办呢 这种人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人 他叫刁伯 刁伯这个人啊 经常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张口闭口 安平均田担就是个小人 就是个小人 一般人要是这话要是反馈过来都得气死 我小人哪是小人了 有什么事做的对不起你了 或者对不起国家了 没人跟他计较这个 但是他张口就是这个 安平均田担是小人 田担怎么办 田担置办了一桌酒席 把这个刁伯给请来 刁先生 这个我哪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我希望今天您呢 当面跟我说说 你干嘛老是在这个朝会上 在各种场合 给我这个背后说这些东西 你要当面说我改啊 这个刁伯怎么办 刁伯很有意思 他说了一番话 刁伯说 大家看大屏幕 他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 这只狗废窑 非贵志而见窑也 狗共废非其主也 什么意思 智是道智 就是一个古代有名的强盗 所以这个强盗的狗 见了窑那样的圣明的君主 他招让也咬 不是说因为这个 狗觉得这个道智就高贵 觉得这个地窑就下践来咬 而是说狗他有狗性 狗性就是护主人 咬别人 这就是他的本性 那为了说明这个道理 这个刁伯寒假 他说你看一个贤能的人 和一个无能的人 这俩人在一块 俩人各有一条狗 这个贤能的人的狗 照样会去咬那个无能的人 无能人的狗也会咬贤能的人 所以回头这个狗 就是贤能的人的 那么他去咬那个无能的人的时候 咬的会更狠 这意思很明白 意思就是说 我又不是你的下属 我对你也没那么多了解 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我要是你的下属 我一定捍卫你 田丹听明白了 第二天上朝就举荐 刁伯 为官 那么对于这个前一种人 我们说这个揣摩透 七乡王心理的这帮人 有九个 这九个人呢 还是七乡王的姓程 这帮人天天鼓道 说安平君 田丹 有反心 你看他那么大的功劳 鞠躬之傲 天天想谋反 所以这种情况下 怎么办呢 现在他又举荐了 刁伯了 然后就说 你找了个理由 说你看当年楚国派了一万人来帮助我们 我们怎么也得感谢感谢人家呀 那么派谁去感谢呢 做使者呢 刁伯何事 结果派刁伯去了 刁伯一去 楚国盛亲接待 楚国有愧呀 你当年派闹池 把这七米王杀了 现在要修补关系嘛 对刁伯就格外热气 一连几个月盛亲款待 不放的回来 结果这帮人 这九个人就开始找七乡王 你看 为什么他不回来 是因为他是天丹举荐的 天丹一定跟楚国有啥关系 他们之间如何如何 这么一讲 把这个七乡王的火拱的 一弄一拱一拱的 把天丹给我喊来 这话一穿到天丹耳朵里边 天丹就知道不妙 光着头 光着上升 赤落着脚 以待罪之声就去拜见这个七乡王 拜见说七乡王也不搭理他 跪了很长时间 说没事了你走吧 天丹又回去了 又过了五天 这七乡王的这个气是消了 然后就把天丹又找来 说 哎呀 我呀 不是说你有什么罪 我之所以那天把你喊来 就是告诉你 你要守为城主的礼 我呢 要守这个为君主的礼 就这么回事而已 去吧 没事 这叫什么事 刁伯回来了 结果呢 结果这个七乡王很高兴 就宴请刁伯 酒喝的一高兴 一张嘴 把天丹叫来 把相国天丹叫来 这刁伯一听这话 马上给七乡王心理 说大王 我请教一下 您尚比周文王如何 七乡王说 我比不了 我也知道你比不了 你下比 齐桓公如何 就是冲秋时候那个齐桓公 这七乡王 我也比不了 这刁伯说 我也知道你比不了 人家周文王 任运这个 吕尚 把吕尚租为太公 齐桓公任运管仲 把管仲租为租父 现在田丹 被你任运 田丹有复国之功 在古往今来 有比他这样大功劳的人吗 没有 结果你现在怎么办呢 你还张口田丹来 闭口田丹去 这成何体统啊 这是一个对待工程的态度吗 你这么对待田丹 那是要亡国的 要出大事的 这么一讲 这齐桓公啊 一下子真的是吓坏了 也明白了 痛下决心 把那九个人全给杀了 九个人的家族也都给发配了 然后把这个 当时叫这个 业役的这么一个地方 一万户的俸禄 又奖赏给田丹 算是安抚田丹 那这个事情这么一搞呀 我们说经过这么多波折以后 这田丹的心态能好了吗 好不了 我们说呀 客观的讲 齐国呀 田丹复国以后 齐国统治集团整体数字不高 在这种状况下 田丹非常的厌倦 可以说寻心壮志 肖默待尽 来这个时候有一个机会 齐乡王十九年的时候 连国利用这个 赵孝成王刚刚继位的机会 进攻赵国 赵国当时觉得缺大将 就请这个齐国 要求田丹 请他做将军 齐国也同意了 田丹到了赵国以后 打败了秦国 使赵国转为为安 然后田丹呢 这个时候呢 正好齐国也发生一件事情 齐乡王死了 齐乡王一死 后边这继位的这个政局 就又出现新的变动了 动乱了 所以这个田丹就决定不回去了 就留在了这个赵国 留在赵国呢 后来替赵国又打了几个胜仗 甚至还做过赵国的相 最后算是在赵国 哀然去世 终其一生 虽然在赵国为相 但是他一次也没有对齐国运过别 这就是田丹 一代齐财 最后就死在了赵国 我们说田丹能够登上历史舞台 从粹是属于身不由己 田丹复国也是不得不为之局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 本来可以远离战争和刀光剑影 但是呢 他们怀着一颗 绝取功名利禄的寻星 在生死之间辗转腾挪 他们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